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欣慧 這支系列的影片 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教你如何使用Arduino 由於教學內容會有連貫性 建議可以依照順序來觀看影片喔 在上支影片中 我教大家可變電阻這個旋鈕 而在這支影片 你可以透過可變電阻 以及之前的開關 來控制這個伺馬達 伺服馬達 你也可以稱作伺服機或是墮機 這是製作Arduino裝置最常見 也是我認為最好用的一種馬達 不過這種馬達不能夠裝上輪胎 讓它360度持續旋轉 你只能指定馬達 在30-150度的角度範圍中 要指到哪一個角度 伺服馬達的電路圖 需要觀察電線的顏色 紅色的電線需要連接到正極 黃色的電線要連接到低頻 咖啡色的電線則是連接到負極 如果你手邊的伺服馬達是其他的廠牌 電線的顏色也會有所不同 你可以參考這張圖表來連接伺服馬達 你可以使用麵包板跳線來連接馬達到Arduino開發板 接下來說明一下伺服馬達的原理 伺服馬達的構造大概會長這樣 它是由一個主機板 一個馬達 一堆齒輪 還有一個偵測角度的感測器所構成的 所以伺服馬達可以知道它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當我們從Arduino給它一個90度角度的訊號時 伺服馬達就會朝著90度的角度轉過去 然後停在這個地方 當我們請伺服馬達轉到另外一個角度時 它就會轉過去然後停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伺服馬達的運作原理 我們在使用伺服馬達時要注意幾件事情 這些事情會非常容易讓馬達燒壞 首先是急速轉動 這種狀態可能會發生在感測器突然失靈 造成馬達快速抖動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建議你立刻將馬達拔掉 不然馬達很快就會燒壞了 再來是負重 比如說推動很重的東西 或者是讓馬達在轉動的時候 用手去抵住不讓它轉動 類似這種狀況都很容易將馬達燒壞 再來還有一種情況要特別注意 我們常買到的伺服馬達 通常是遙控專用的伺服馬達 這種馬達的旋轉角度 只有30度到150度的範圍 如果你將馬達設成0度 就可能讓馬達抖動造成損壞 除非你買的是特殊的機器人專用伺服馬達 否則常見的伺服馬達只能夠設定在 30到150度 這點要特別注意 程式的部分很簡單 你只要跟TrackGPT說 你要使用的是伺服馬達 TrackGPT就會給你 Servo這個程式馬了 像這樣就可以讓馬達來回擺動 你也可以加上可變鏈阻 來控制馬達轉動的範圍 透過這個方式就可以做出簡易版本的機器手 你也可以搭配按鈕來設定伺服馬達轉到不同的位置 也許可以用這樣的功能來做成玩具停車場的閘門 或是投入硬幣讓按鈕導電時 馬達會推下零時 做出一台簡易的自動販賣機 關於Servo馬達 我之前有製作一支詳細解說的影片 想要了解更進階的控制方式 可以到資訊欄連結查看影片的內容 在下支影片 我將會教大家最有趣 而且應用範圍也是最廣的感測設備 光明電阻與熱明電阻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要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掰掰